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抄袭风波越演越烈 作曲人之一的谢家旺在脸书描述心情 本来觉得没什么好澄清的 但抄袭这两个字实在像把利刃 直接刺进我的心脏 把我过往所有的努力通通推翻了 至于相似的钢琴曲 她说是第一次听到 自己也吓一跳 强调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是原创绝非抄袭 音乐一放出来 大家的看法都不同 两手要比才会觉得有点像 如果只是单听这个的话 就觉得还好 我觉得蛮像的 就是旋律一样 可能取材是哪个歌曲或什么之类的 就有讲大家可能反弹不会那么大 抄袭风波烧到电影 网友爆料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一开始叫在天堂的路上 原编剧另有其人 最后却变成曲友宁 对此电影制片公司说明 曲友宁当时还在拍电视剧 但都有跟原编导讨论强调不论剧本或音乐 都有正常程序执行 金曲爆出抄袭 根据民调有一千多人认为 金马金曲都得收回 但有七百多人认为 没有证实抄袭 不需要 吴宗宪丢出震撼弹 歌曲争议 持续延烧 3D新闻各位宣誓 网友台北采访报道